拉著他的手一起趕地鐵 可是你不要把人家直接拉到地鐵上 這樣就很像在倒追了嘛 有沒有 所以你要就是 可能跑個三秒鐘就自己突然放掉 這個男的進地鐵之後 一定開始陷入他的小子 嗨大家好我是愛麗莎莎 歡迎大家再來看我講屁話 有一句話叫做女追男隔層殺 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啊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想要追求別人的行為的話 無論今天是男是女 都很容易把對方給嚇跑 所以真正聰明的人他們不會用追的 他們會讓愛情這件事情 是自然而然的發生 所以今天我要來教大家兩個原則 你只要掌握這兩個原則 你都可以不用去追 就讓對方自己自然而然的 掉到你的陷阱裡面喔 我原本以為愛情這件事情 是非常神聖而且神秘的事情 等到我長大之後我才發現 愛情這件事情它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數學公式 條件加誤會等於愛情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條件 有符合到對方的標準 再加上你去做一些事情 讓別人誤會你好像對他有意思 對方就直接被你給電到 條件的部分 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拿起鏡子 然後把它轉向自己 看一看你的臉還有你的身材 是不是可以讓男生足以產生慾望的 當然個性也很重要 可是個性改變是一個漫漫長路 外表這個東西 是你短期之內就可以做到的努力 因為像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天生沒有到說非常漂亮 所以我做很多努力啊 每天至少敷一片面膜 你如果有喜歡的人的話 你不要再懶惰 OK? 條件的第二點就是女人味了 女人味這件事情比較抽象 可是它其實比外表還好改進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每天都有那種噴香水的習慣 還有你的姿態啊 你的動作 也都是一個可以產生女人味的元素 就拿笑聲來講好了 我平常自己跟我的好姐妹出去玩的時候 七百七百太好笑了 可是如果今天是跟我喜歡的男生出去的話 真的嗎? 你好好笑喔 討厭啦 有沒有 光是笑聲就差很多了 再來講第二點就是誤會了 通常我們對一個人心動的瞬間 都是這個人他可能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讓你誤會了 你覺得欸 他剛剛那樣是不是喜歡我啊 就是有這樣子的感覺出現的時候 就叫做誤會 所以我們身為女生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讓對方對你有一些誤會 然後產生無限的幻想 誤會這方面 我會分為兩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叫做話語 就是你今天要去講一些話 來讓對方微微的感覺到 欸 這個女人是不是對我有意思啊 所以有很多女生 他們都很喜歡傳訊息給男生說 路上騎車小心喔 今天吃飯了嗎? 工作會不會很累啊 這種關心式的話語 這種話語的確會讓別人感覺 你是不是喜歡他 可是基本上我是不太會去傳這些話的 的確 如果對方對你有意思的時候 應該是會感到開心的 如果你今天不符合對方的條件的話 那你傳這些話 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像媽媽 甚至覺得你很煩 你很像變態 而且你這種行為 其實就蠻像在倒追的 我是比較喜歡傳一點有誘惑氣息的話語 因為我不太喜歡傳訊息 所以我通常看到對方的時候 就會跟對方講說 欸 你今天穿的讓我還蠻有feu的欸 如果他今天對你有意思的話 那他聽到這個話 保證是會被你電到 可是如果他今天對你沒有意思的話 他聽了也會開心 因為 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喜歡聽到稱讚 所以這句話其實蠻安全的 他不會把你的心意表露得太明顯 而且這是今天無論是誰聽到 都會開心的一句話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肢體接觸了 所以我要講的肢體接觸也不是那種 就是去貼別人啊 或是喝醉酒的時候 整個倒在別人身上的這種肢體接觸 就是別人只會把你當成擋負 所以真正會讓別人心動的肢體接觸呢 是以同時要帶有一點的純真 加上一點點的誘惑 男生喜歡看那種A片的名字 比如常常叫做什麼 制服的誘惑嗎 制服就是一個純真的象徵 誘惑又是一個邪惡的象徵 把這兩者扛敗起來才是會有最大的張力的 那我就來示範一個什麼是 具有純潔感的誘惑 我自己是還蠻常跟男生一起趕地鐵的 因為 最後一班地鐵錯過你就要坐taxi嗎 很貴 趕地鐵的時候不是兩個人要一起跑嗎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拉對方的衣腳 什麼是衣腳 就是 衣服 這個腳 叫做衣腳 再大膽一點的女生 我覺得你們可以直接放大招 拉著他的手一起趕地鐵 可是你不要把人家直接拉到地鐵上 這樣就很像在倒追了嘛 有沒有 所以你要 就是可能跑個三秒鐘 就自己突然放掉 這個男的進地鐵之後 一定開始陷入他的小劇場 三秒鐘 衣服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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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在放這些招的時候 那些愚蠢的男生們 他們反而會覺得 你好純潔 你好可愛 但你不會發現你心裡其實做了一個大隱魔 無論是言語的誤會或是肢體的誤會 我建議你們都不要太頻繁的去使用 太明顯了其實就已經不好玩了啊 所以你要有計畫性 有間接性的一次一次的FUN 這些小招跟大招 讓子男飛一下 你就可以慢慢的等待來收網 就是你們兩個就算以後交往 然後人家問說啊是誰先追誰 你都可以說是對方先追你的 怎麼樣很棒吧